回到wordpress的管理后台 所有文章 打开一个文章内容 在wordpress里面 我可以去为每一个文章内容 就设置一个特色的图片 再到网站的前台去预览一下 页面上显示的文章内容的上面 也会去显示这个特色图片 现在我打算在小程序的内容列表的页面上 也去显示在文章内容里面 设置的这个特色图片 这个特色图片的地址 默认不会包含在请求回来的数据里面 我们需要再去配置一下 请求的这个接口的地址 打开index index.js 在页面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embed 先把它设置成true 然后在接口的地址里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参数 参数放在问号的后面 参数的名字是下过线embed 让它等于true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页面上的embed 这个数据来表示 回到开发者工具 打开响应回来的数据 找到其中的一个 现在每一个数据项目里面 会包含一个下过线embedded 它下面的WP冒号featured media 就是内容的特色图片 它是一个数据里面 可能会包含多个项目 打开第一个 再展开media details sizes wordpress会自动的生成一些缩略图 sizes下面的东西 就是不同尺寸的缩略图 打开其中的一个 比如说thumbnail 它下面的source.url 这个属性里面 就是这个特定尺寸的缩略图的地址 感谢观看